首个乐高和塞尔达传说系列的联名终于推出了 我只能说 这次首发的德库术套装非常用心 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套装 18家一共2500片 同一套砖块可以拼出两种造型 分别是 现代开放世界游戏的标杆 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德库术 以及有史以来评分最高的游戏 塞尔达传说实之底里的德库术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家长和孩子可能会吵起来 我当然是 买两个全都要 这套乐高塞尔达最让我期待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里面的小人仔 一共有老中青三代林克 还有塞尔达公主 另外还有大师之剑和海利亚顿 这几个人仔在二手市场的价格 我都不敢想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拼 先拼两套造型里共通的部分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大师之剑 现在我要把大师之剑封印在此处 这些就是独立于德库术的全部组建了 一共有两个场景 大家最熟悉的旷野之西的大师之剑台座 场景非常还原 中间放着我们要消耗好多星星才可以拿出来的大师之剑 周围有好多熟悉的植物 你们能认出来吗 这个是生命小萝卜 后面是海拉鲁蘑菇 同样的这个黄色的是毅力蘑菇 周围还长了三株静蜜公主 好漂亮 你这个小花花 还记得它吗 薄库林 你要到各种地方就找到它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升级你的背包口袋 乐包还做了一些小细节的处理 这两个纱锤里面都放了一个小零件 所以它是可以晃起来的 你听 BGM应该响起了 这里的灵鹤 左手拿着旅人之盾 右手拿着旅人之剑 这个剑不是什么特殊的零件 看来乐高也不是很在意它 旁边塞尔达公主的人在 左手手持西卡拉之时 如果你想知道 既然大师之剑在这了 那海利亚顿去哪了呢 答案就是 在史之迪的套组里 短暂地拔出大师之剑 做工非常细 好漂亮 这个肯定可以卖很贵 整个突出的就是一个还原 这是少年灵克的家 是十字迪游戏里开始的地方 少年灵克会比青年灵克矮那么一截 小短腿 我们可以让他顺着梯子爬回自己的家 转过来看到房间里面 简直就是家图四壁 只有一张白花花的床 什么都没有了 地面上说了个小牌子 上面写的是海利亚语 我看不懂 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字母 都能对应一个日文里的假名字母 所以翻译过来就是 这个信息是只给你看的哦 要对大家保密哦 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塞尔达传说系列里面 一个比较常见的彩蛋 左手边这个飞在空中的 是小精灵拿比 嘿 他在游戏里担任了向导的职能 这里默认是蓝色的 乐高呢还给了两个替换的透明件 黄色代表锁定了敌人 绿色代表周围出现了可以互动的地方 那这两个小零件要怎么收纳呢 乐高已经为你找好地方了 就是背后木头缝里的这个宝箱 拿出来有好多东西啊 每一个东西都有来头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海利亚盾 上下的道具都是经典塞尔达里面会出现的了 回血的红色药水 勾锁 回魔力的魔法壶 罗盘 炸弹 在石之敌里 一开始小林克以为自己是科奇里村的小精灵 永远不会长大 结果不是 后来长大了 长大后的林克手里拿的就是石之敌了 在少年和青年两个时代里游戏 接下来就要拼德库术了 能通用的部分到这里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你面临两个选择 跨越之西的德库术 场景更大 里面有好多哑啪啪可以找 石之敌的德库术相对来说片数要更少 场景看起来更简单 奥秘都在书的里面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选择旷野之西的 我们就先评他 嗯哼哼哼哼 矿野之西的 拼好了 然后就是 十日底 也拼好了 整个矿野之西的部分 是由之前拼过的 大师之剑台座 和德顾书的本体 拼接而成的 整个场景非常还原 我们可以用游戏里的顺序 来欣赏它 林克走进克洛格森林 他发现 他开始吊针 他发现三角台座上的 大师之剑 这个时候 林克触摸了大师之剑 触发了一段 塞尔达的回忆 林克背剑弹开 德顾书开始说话 然后林克就开始 黄标写拔剑 接着往克洛格森林里面走 你会发现周围有好多 呀哈哈 往右边走 你就能够看到 伯库林 回到大树底下 走过台阶 就可以进入大树的内部了 这里也是高度还原的游戏里面 比如这张床和这口锅子 以及你还会看到一个商人呀哈哈 他会卖一些蘑菇和道具 你看他现在正在卖 伊丽蘑菇 大剑蘑菇 海拉路蘑菇 和铠甲蘑菇 当然只要你想 你也可以这样 把铠甲蘑菇拔下来 扔到锅里煮一煮 这还没完哦 你看上面 德库树的顶部也是超级还原 顶上这个会发光的草 和这个哑哈哈 都跟游戏里是一样的 还有苹果和小精灵 另外还有两个彩蛋在树的两侧 里面有两个遥控炸弹 一个圆的一个方的 当当当 西卡支持的台座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你还会发现场景里面 还有一些鸟蛋 还有更多的蘑菇和生命萝卜 整个场景真的和游戏非常非常像 简直一模一样 十字笛的版本也非常还原 十字笛里的德库树 是上年林克离开家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迷宫 这两颗大家没有见过的花 是十字笛里比较早期的一个敌人 叫德库巴巴 非常菜的一打就碎了 林克随便打了两下 就来到了德库树的面前 这个时候德库树又说话了 因为是98年的游戏 那个时候树不会张嘴 也没有语音 好 德库树说完台词之后 就会这样 大门向你敞开 他的嘴张开了 进入德库树的内部 你会看到好多蜘蛛网 在这里你会获得你的第一个道具 是弹弓 用弹弓你就可以杀死墙上的骷髅蜘蛛 但同时你要小心特别大的蜘蛛 它们会突然从天而降 旁边的火炬也是重要解谜 你会在这里学会用树枝点火 同样树的两侧也有两个彩蛋 这边打开 这三个点其实是音符 它就是游戏里的萨利亚之格 如果你要问萨利亚是谁 它是森之贤者 灵鹤在这一座里的青梅竹马 另一边打开 里面放着一把弓 后面是三块精灵石 这是灵鹤在游戏里需要收集的三个重要宝石 这把弓是青年灵鹤用的 少年灵鹤用的是弹弓 这里有一块小石头 它的名字叫做流言石 你敲它它就会跟你互动告诉你时间 还有这个超级可爱胖胖的 它呢是德库树的孩子 当你穿越时间变成青年灵鹤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留在这里的是一个德库树的孩子 这个灵鹤的家加上德库树本体 就是十字笛的版本了 说完游戏回到乐高 两棵德库树都非常还原游戏 十字笛的感觉很方块 很几何 感觉都能看出很多大量的多边形 而旷野之西的就看起来更加精细 更加现代了 三根粗粗的跟径 特意做出来的胡须 可爱的眉毛 能动的嘴 机械结构的设计是差不多的用心 不过我还是觉得旷野之西里面的三个牙哈哈 实在是太可爱了 如果只留一套的话 我肯定会保留旷野之西的这套 由于是二合一的套装 所以你不管选哪一种场景 你都会产生一堆余料 如果你拼的是旷野之西 你会剩下来三整包完整的材料 如果你选择的是十字笛的话 就会剩下来差不多五包的材料 总之都需要好好收纳这些乐高零件了 这次大家期待很久的 乐高塞尔达系列德库树二合一套装 总结一下就是 还原 还原 还是他妈的 还原 我相信玩过十字笛的朋友 肯定一上来就能够认出 这不就是那个关卡吗 我相信玩过旷野之西的朋友 也一定不会忘记 自己第一次走进克洛格森林 看到大师之剑 但拔不出来的心情 整套乐高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你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设计者非常熟悉这些游戏的关卡 彩蛋也埋得很可爱 当然我在这里最喜欢的 还是那些角色 的人仔 我可能没有办法 把一整套乐高都摆在我的桌上 但这四个小人仔 一定会在我的桌上安家 最后 我要开始许愿了 我希望这个系列还会有 神庙 异战 当然还有海拉路城堡 说起来 王国之类的很多玩法 也和乐高非常像的 应该会很合适 我很期待这个系列可以继续出 任天堂和乐高强强联手 肯定会从我这里 骗走很多钱 最后 不要忘记 留下三连哦 我 我的 风 左眼 用来忘记你 右眼 用来记住你 我记住了你 又忘记了你 他们都叫我 海拉路最強の剣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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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